好啦 歡迎回到遊戲更新爆 我剛才不是要講Steam遊戲更新爆 但我們現在的遊戲已經玩了非常非常多種 有各種非常好玩的遊戲 那雖然混入一些壞遊戲 但我各位 呃...我忘詞了 那我們今天要來玩這款遊戲 叫做Delta Force Huckle 它是由Timmy Studio所開發的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那這款是經典射擊遊戲Delta Force的重啟版本 那都會有模組可以安裝 這是 現代戰爭類型的遊戲最基本的一個設置 必須要客製化的武器 所以如果你對2042沒有任何希望的話 你未來或許可以觀望一下這遊戲 再次感謝Garena 願意提供這個 Steam的遊戲序號給我們測試 那我們今天就來測試一下 這也太像 靠你了嗎 不是啦 現代這種 現代這種戰爭遊戲大概 就是這種模式 不是啦 你看這個 這個持槍動作奔跑動作 哇靠這根本就是一個模式刻出來的 這邊是怎樣啊 戰術撤離 這個戰術撤離確認 戰術撤離 沒有我在測試他的那個 槍枝的這個手感 我覺得個人覺得跟 Call of Duty 還蠻像的 這會是免費遊戲嗎 你確定 到底是 有誰講的 等一下 搞不夠一下 哇 哇那免費就解釋了一千你知道嗎 這個會很有競爭力耶 這個遊戲 好不敢說COD OBOK 但2042 這個絕對要下去了 這個遊戲做得很精緻耶 怎麼會敢弄免費 太扯了吧 真的很貴 哇靠好多 哇靠 剛才是三小 哇靠 哇千分大海 HOLY SHIT 喔 坦克車耶 WTF 這好像有下最距離耶 這子彈好像有下最距離 我不太確定 你看我瞄他的頭 啊你拚多少 你拚多少 啊對齁 我有拚的問題啊 我忘記把他算進去了 都打中53 喔打中了 終於死了 這一下拚多少 可以看到啊 呃 這個是坦克 這個人會不會開啊 他是在 這要怎麼開麥 我搞不好覺得我下來比較安全一點 Max 乾這X 這個一直有人 從我前面跑過去 乾我這那 滴 CK他啊 他死了 乾 妳... 妳... 大 ف 死了 這個遊戲有沒有槍架系統 有啊 我等一下要 為我的狙擊槍升級一下 差一下差一下差一下 把他還趴下 趴下好躺棺材 有了各位 擊殺精華來 有沒有看到 有喔 開始了 手感來了 好多煙霧 這遊戲有打到我的遊戲帶 很想玩這遊戲 真的假的 他要打到你的句點就對了 怎麼說你很想玩 來讓我們來看一下 槍枝改造的部分 這還有直升機 還可以客製化 這可以贏 客製化載具 他的具也太癢了 對 我可能要把他的 槍管變長一點 對 我要damage 不能加damage 這應該是這把槍的極限 效應器 至少有個爽感在 這是八倍鏡 八倍鏡我覺得其實不錯用 與全局來看的話 很好 這該不會是那個吧 防虧的那個 防止聚精反光 反光的東西 防聚精反光的 這根本就是 這根本就是 男生的那個 衛生棉 對對對 男人用的衛生棉 防漏 好 就這樣子 讓我們再 最後一場試試看 呃 呃 欸欸欸 Revealing area Shot down 喔喔喔喔喔 我電死一個人 喔 欸等等 他會救我嗎 他會救我欸 好爽喔 你 喔喔他會救我 謝謝謝謝 好感動喔 漂亮啦 大開殺戒 呃 試一下散彈槍好了 我現在比較想試的 這散彈槍 去搞他們看看 喔幹他們在這邊 喔幹他們在這邊 蛤 WTF WTF 什麼鬼 我可以重溫在他們 這技能太OP了 這邊就是這個 老的 唉唷 這邊就是那個 老的 唉唷 這不知道誰叫的 先開啊 把他偷過來 阿靠 這個沒有 有啦 有啦 嗚呼 只能還撞人而已 他幹 剛開件事物了 你現在那麼多女兒 你不要吵 你那麼菜 我身邊打他比你強 你這打手槍而已在幹嘛 抓巫兒的槍喔 他在走到你臉上 唉唷 噁噁心死了 WTF 這什麼 這什麼 怎麼看喔 從坦克你們走出來 好帥喔 欸解鎖 哇一把第一狗 沒關係這個我們在 對啊打那麼久 解鎖一個第一狗 太難解鎖 好這個遊戲老實來講 算蠻有潛力 但客觀事實上來說 很多模式都重複了 現今當中的 蠻多主流遊戲的 很吸引人的模式 所以 這遊戲如果要走出 一個特色的話 他勢必還是要再 推出一些 新的模式來 就我們現在看 我們現在看到 這些撤離的模式 還有 大型多人戰場的模式 那就是 今天的這個 Hawk Ops 遊玩 如果你之後 有興趣的話 等他在 亞洲區上線之後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就是先這樣子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 我們再次再次 那是 我們下一次 我們下一次 找到